每個月幫我還債超過30萬這件事情 感謝大家 沒有渣男 就是輸給了現實 沒有渣男就是現實的問題 就這麼簡單 感謝大家 前男友不是有欠我錢嗎 然後後來又告我 搞這些事情也搞得蠻煩的 有時候我們要想到另外一半的想法 我也不曉得我以前到底是什麼體質 然後就 現實嘛 錢嘛 因為 我們決定在一起也不是玩笑 我們是很認真的 我們彼此交脫了情感 在中間 我也因為前男友的事件 其實每次提到這個我們兩個 他其實也會不開心 只是他都是 很忍讓我 只是我是一個負擔太重的人 我每個月貸款要還的就 挺多的 因為有 有彼此 就是 在想就是 生孩子嘛 只是懷孕 光我們要去撐 懷孕期間 可能會有一些不可控因素 我必須把它想進去 可能大家會覺得我想太多 是我自己提的 我也剛剛講就是 你不必負擔我這麼多 那如果 這樣下去 我們會變 我們會變得很怨對 是我不好 可是我們是很和平的 我們牽手擁抱去簽字 我沒有要任何的 散養費 我也沒有讓我的前夫 負擔太多 所以 每個月 幫我還債超過30萬 這件事情 我沒有很多狗在廢啊 我聽到可以管住每個人的嘴嗎 錯的是 我 我也很無難 因為我 我開了公司 我必須 負責 我買房子 我必須負擔 因為我不想要他有 這樣大的負擔 所以 我 我提的 他 對我又溫柔 又 又很細心 我也捨不得他 放開手是最好的選擇吧 那個 七點粉餅吼 哭了不暈裝的 來